花蓮运动休闲园区在今年6月正式完工启用 宽阔的全新场域成为不少民众运动休闲的首选 而花蓮县衣会建设小组在日前则特地前往现场 并针对场区内的安全、友善及便利性的方面议题来进行讨论 希望能够为民众做好把关 花蓮运动休闲园区宽阔的活动空间搭配原有场馆 每到周末假日除了是不少民众运动休闲的首选 还会办理各式各样的市集活动 吸引满满人潮 花蓮县议会建设小组一行人 在第二遭及人赴国渊的带队下 日前特别邀及相关全职单位共同道场献看 并针对场区内的安全、友善及便利性等方面议题 进行讨论 那由于中央有拨了大量的经费来到地方 那我们建设小组也特别在这个即将验收的这个 骑程 那针对整个安全性的考量 我们特别来会看 看了以后我们建设小组有发现有一些缺点 包括厕所 还有一些围墙 还有一些草皮的部分 还会施作的很完善 那我们小组也特别提出来改善 那希望借着这一次的会刊 可以把整个花蓮烟厂改变为运动公园 整体性的这个规划 以及它的工程可以做得更好 让我们所有的吉安乡亲们 可以安心的来这边运动 花蓮旧烟厂经过县府积极规划转型 成为花蓮运动休闲园区 在今年6月正式完工启用 议员们逐步勘察盘点缺失 提出问题 就是希望能为民众做好把关 记者 徐丽晴 吉安乡报导